三清之一的原始天尊 因为它骑的是九头吼狮 这在木调当中来讲 是比较精美的 因为它的线条流畅 造型生动 尤其这个九头吼狮 它造型是相当独特的 像这种造型 一边它沿用了明代狮子的特点 它的材质 为印桥木材质 它的年代也就在民国的样子 因为什么呢 根据它的彩绘和它的造型 在江沙上面的包姜 所以说我们断定 它属于是民国时期的作品 目前来讲 像这种神像 它的市场价位 一般在一千元左右 这是一尊木雕的天神像 它的雕刻时间 应该是在清代的中后期 这种家财的天神像 在神像里面 应该说比较少见 它的雕刻工艺 应该是属于是北派的工艺 它粗广的刀法和怪异的表情 充分反映了天神的威力和神秘 这种家财的天神像 在工冠里面 供奉的数量应该说相对偏少 它造型很奇特 彩绘 色彩很丰富 这个说明天神在供奉里面 还是受到信徒的喜爱 因为它给信徒的传递的信息是法力无边 能够保佑信徒平平安安 它的法力和神态 都通过制作匠人的独具匠心 在它的身段 眼神和雕刻的这些记忆里面 很巧妙地反映出来 像这么大一尊天神像 应该说在目前市场价位里面 应该还是比较高的 因为木雕天神像 它比较容易损坏 这样保存完整的像 估计它现在的价位 应该是在六万块钱左右 这是一件明代的陶制药王 这种陶制的东西呢 一般我们古安市场里面都把它叫做砖烧 它的特点是有砖的硬度 陶的质感 制作起来呢 有一定的难度 因为你制作以后还得入窑烧灶 这件药王呢 大家可以看它的做工极其惊喜 不管是从这个药王的神态 还是他的所做的老虎 首相的蛟龙 都可以翻映出这件制作的 非常的精美 药王一般像这种造型都是孙诗苗 孙诗苗是我国古代的 有名的一个名义 这种降龙骑虎的造型 相传得益于孙诗苗 救过这两个动物而流传至今 这件东西它当初是供奉在一个药业会馆里面 药神或者叫药王 在历史上一般都是供奉在和医药有关的一些会馆 会所里面 所以这种东西在当时制作的时候就不是很多 流传下来的就更少 像这种完整的品相这么好的就少之又少 目前市场的价位应该是在五万块钱左右 为数众多的道教神像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体现着不同的风格神韵 这种变化反映了人们宗教观念的演变和审美思想的不同 正是这种演变和不同 展示了宗教理念的发展和雕塑艺术的进步 道教神像是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重要表现之一 童是人类最早认识的 和利用的金属 青铜是铜锡合金或铜铅合金 也有铜锡铅合金等等 据考古发现 中国早在四千年前的夏代就有青铜器出现 商代晚期 中国青铜生产出现了历史上的第一个高峰 此时青铜已大量用于生产工具和兵器 而且中国古代所使用的青铜锂器 这时已经基本形成定制 到了春秋战国时代 中国青铜业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鼎盛时期 这是一件汉代的礼器 叫做鬼 它是高足玄文 龙饼 它上面有很精美的文饰 在一千多年前 我们的祖先 他的审美观点 他的艺术情趣是很高的 是值得我们后人赞叹的 这件器物保存得很完整 它是一个传世的东西 它的皮壳和它的薄浆都很好 怎么判断它的增加 我们有三个方面 第一 看它的就是优色 它不是用化学的方法 使它成这种薄浆的 这是第一 第二 听它的声音 它已经没有金属的声音了 第三 看它的气形 它的气形是很古朴的 从这三点 我们就可以判定 它不是现在的房品 它是一个汉代时期的 居住我们一千多年前 汉代的时期的作品 这件作品 它的诚实量很少 在古玩市场上也很少见 我估计它的价格 应该在三万以上 这是一件宋代的铜花瓶 它是一件宋代的铜花瓶 它是宋代的铜花瓶 一个主要的就是从它的气形上判断 宋代的铜花瓶 它的整个造型就比较瘦小 不像那么雍容华贵的 现在房子的这种铜花瓶 这种形式的铜花瓶很多 但是它可以 这件有所不同的地方 就是它的锈色 是从里边发出来的 它不是 它的锈不是在表面上的 判断宋代以后的铜器 就不能听它的声音 它的声音很清脆的 它完全有金属声音 它给我们早期的 就是青铜器 不能相比 不能用它的声音来判断 主要从它的气形 和它的锈色来判断 这件宋平的市场价格 应该是在8000到1万块钱左右 这是一件汉代的青铜狗 它的纹饰相当的漂亮 从它嘴上的纹饰看 做工相当精细 眼眶的纹饰也是相当的精细 身上全部是 所谓我们是讲的 内行讲的仪秋纹 它的总长是55公分 高是35公分 听它的声音 它完全没有金属铜器的声音 它的整个的皮 我们讲的皮科 秀色完全已经是达到了汉代的水平 它的草型 我们有的讲的就是朝天犬 就是对着天叫的 它是一种随障品 这也是我们巴蜀地区特有的一种草型 巴蜀地区的动物里面就是 常见的有马 有狗 但像这么大的狗很少见 一般都是很小的狗 这种草型 也就是说它的价值 应该是在300万 感谢观看 现在我们看见的这一样就是一件小的青铜饼 它的铸钞是用青铜的 年份是汉代的 这件小饼呢 就是汉代沿西古时候的那种礼翼 做工呢 比较精细一点 铜子也用青铜铸钞钞的那种 非常精良的清洗 这件小饼呢 比较完整 它的优点呢 就是流传这么久 鲍酱啊 还有那种屁股都比较好 在我们收藏来说的话 就算比较一点精美的 现在市场上呢 青铜铸钞的价钱呢 还不好评作 不过从这个东西来说呢 应该说 从门路的价值也是挺高的 这是一件汉代的玄武 玄武呢 它是主管南方的一个神 它的整个造型呢 它是一个龟 龟上面呢 盘有一条蛇 它的锈石比较重 蛇呢 不是很清细了 它整个造型呢 非常的古朴优美 而且呢 也反映了当时的一个文化特征 这个铜的玄武呢 是水坑的 它的锈石呢 相对要重一些 整个皮壳呢 看得非常的美丽 这个铜玄武呢 头尾上跳 非常的生动 显示 这个玄武呢 它是作为名气陪战用的 在木战中出土也是很少见的 这个目前在市场上的价格呢 大概应该在两万块钱左右 数千年的青铜发展史 形成了光辉灿烂的中国古代青铜文化 青铜器是青铜文化的主要载体 中国古代青铜器 以其丰富的种类 极具民族风格的造型和精美的文饰 展示着中国古代文明的发达与先进 这些年代久远的青铜器 凝结着古代劳动人民的心情与智慧 体现着中国古人 在文化艺术等意识形态领域的 思想观念及审美心理 青铜器是研究古代社会的重要实物资料 在距今四千多年前的下代 中国古人由人类物质文明发展史的第一个时代 即石器时代进入了青铜时代 青铜时代被史学家称为 人类物质文明发展史的第二个时代 青铜时代是人类使用青铜 制作主要生产工具 武器和生活用器的时代 在青铜时代 青铜器在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 都占有重要地位 是最主要的文化因素 商周时期是中国古代青铜业最鼎盛的时期 这是一件汉代的青铜双尔尊 这件器物造型非常简洁古朴 身上是有几道悬纹 两侧是有铺手显环 整个造型给人以简洁古朴之感 然后它青铜的皮壳 青铜的袖色非常斑斓 皮壳和铜融为一体 是一件非常难得的器物 这件器物它是一个出土器 因为它在土里年代比较久了 它的铜质在埋藏过程中有一定流失 矿化 然后它这个器物上手分量就偏轻 而现在新房的上手就偏重 这件器物保存非常完整 在市场上也是不可多得的 目前这个器物在市场上价格 估计应该在几万块钱左右 对吧 这是一个汉代的青铜短颈盖罐 这个气型它非常的饱满 在气身的两侧也有铺手弦环 特殊的它是在这个盖上也有一个环 盖上有一些纹饰 它这个气型是中原文化和民间上游腔文化的一个结合 草行融入了苍文化的一种粗撰古着 而铺手弦环也带有典型的中原文化的风格 这是一件典型的南方坑壳的铜器 因为南方比较湿润潮湿 铜器在入土以后受氧化程度比较重 它在土里和土里的矿物质产生化学反应 形成多次的化学反应 所以造成了这种色彩 色彩斑斓 互相交融的美丽的皮壳 这种皮壳是不易仿促的 这件小罐保存非常完好 皮壳非常漂亮 在市场上也是不多见的 目前估计在市场上的价格也是在几万块钱左右 这是一件战国福坑的青铜顶 这件顶为子口上面去盖 然后它在子口下面带双粒耳 在它的下部有三条瘦腿 它的纹饰非常细腻 它的耳部是几何纹 在腰部这一圈 它是一圈奎隆纹 而在它腿部上面 是一个瘦面纹 整个纹饰比较简单 但是非常的精细 战国 战国时候因为它已经使用湿蜡做法了 这就大大提高了它纹饰的精美度 这个顶是一件巴蜀的铜器 气形比较大 纹饰也很精美 再加上长时间出涂以后 产生的这种包浆皮壳 非常的优美 它的纹饰也很清晰 保存完好 像这个顶的价格 现在还无法顾量 这是一件汉代的青铜带盖板 这个带盖板在青铜器里也是不多见的 这个带盖板在青铜器里也是不多见的 汉代的青铜器 相对于下山洲的青铜器 骑行相对偏小 这跟当时汉代提长勤俭节约有关 它的在以后 它青铜器逐渐就被淘气所替代 这件器物虽然说它尺寸偏小 但是在汉代也是非常珍贵的一件器物了 所以说这个器物在市场上的价格可能也在几万块钱左右 中国古代青铜器 可以分为礼器 兵器 生产工具 和生活用具等几大类 中国青铜器中的礼器是用于祭祀和宫廷礼仪活动的器具 青铜礼器是中国古代青铜器区别于世界其他国家古代青铜器的主要特征 青铜礼器主要有石器、酒器、水器和乐器四大类 石器中的青铜顶是最重要的礼器 中国古代青铜器 以其特有的形质与风格 展示着中国青铜文化的辉煌与灿烂 当时的苺遇热 您接下来 我中文化的写真 不可爱 中文化的资格 我中文化的词